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VotorBlog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要来开箱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手上这一台 Redmi Pad Pro Redmi Pad Pro呢 是前两天马来西亚刚刚发布的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我的手 我要来开箱里 开箱起来看里面到底是怎样的 还有啊 因为它是性价比最高的Pad 千多块的机啦 它拥有一个大尺寸的荧幕 120Hz的刷新力 四个洋漆器喇叭 看那些 怎样啦 所以我要开起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像传说中讲的这样好 还有就是 假如你们买的是 8GB的RAM 26GB的RAM 它会附送一个Redmi Pad Pro的 keyboard 然后 随便开给你们看一下 哈啰 但是 送这个的啊 有附送的是 第一批的啊 第一批的人买才会有这个东西 哈啰 或者不多说啊 我现在来开箱给你们看 Redmi Pad Pro里面到底是怎样的 好 现在我们来开箱 Redmi Pad Pr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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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里面的纸 哈 已经写这了 12.1吋 120Hz 2.5K的Display啊 听好好啊 2.5K的Display啊 嗯 一定很好用啊 然后 Powered by Xiaomi HyperOS 然后这个是 骁龙7S Generation 2 第二代的 ok 它的Chip啊 然后这个是10kHz的Batery 还有SuperTat 33W 还有四个扬声器喇叭 哇 强 ok 然后拿起来 看一下主体是怎样的 ok 哇 我买的这款是 深灰色 ok 看一下 哇 感觉蛮不错 蛮好的 看到吗 ok 给你们看一下 前面是这样的咯 ok 现在它的镜头是在中间这边啊 前面镜头800万像素 后面镜头也是800万像素 ok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底部先 它底部有什么呢 两个扬声器哦 双扬声器 还有这个USB Type-C 还有一个耳机孔 这个很多人都没有啦 现在它也是照样有回 ok 然后上面这边一样哦 也是两个扬声器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字体哦 什么字体呢就是 Dobai Vision Adboss 就是意思说这个是 这个看戏 它有Dobai Vision Dobai Adboss 那些哦 ok 就这样 现在要开极一下啊 开一看啊 有没有能开 已经开了啦 看到小米 ok 现在在这边 ok 这个应该是那个 收音器 收音器 这个是插槽的 帮擀的 这个是没有错的话 是帮擀的啦 机器是拿出来的 现在我要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附送什么 ok 这个是它的充电器 33瓦的充电器 ok 附件一个 USB Type-C A to C 的 cable ok 看到吗 ok 出来先啦 ok 一些说明书 没有看的说明书 ok 还有一个 针咯 一个针咯 一个针 ok 这个是没有用的 很少会用到 ok 看起来到旁边的 ok 没有东西 ok 没关系 就这样 它送的东西 就是一个充电器啊 Cable啊 那些也不了了 还有一个说明书 就这样不了 OK 开完 搅拌烤骨 搅拌烤骨 然后开门 充电器 搅拌烤骨 先看幕里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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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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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到吗 它已经开了 它亮度 亮度最高只有600nit 蛮顺 蛮湿活的 Escream真的很大个 你看到吗 Escream真的超级大 我现在在阳光底下这边 看 只是600nit对我来讲 假如在室外啦 觉得好像不够啦 每种不足咯 室内就出来有余啦 室外就比较少一点点啦 但是不能怪啦 毕竟这个Pad又不是很贵 这样 这台的Redmi呢 它荧幕是12.1吋 OK 2.5K的Scream 16Hz的宽度 还有最高 支持120Hz的刷新力 自适应刷新力 可以这样讲文啦 然后过后它是一个LCD的Scream 不是All LED的 是LCD的Scream 明白了吗 OK 它用的处理器呢 是Snipe Dragon 7S Generation 2 处理器 也是算快啦 小龙不错啦 OK 现在来 给你们听它的声音一下 是怎样的 它四个扬声器 给你们感受一下它的音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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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总结一下 这个 Redmi Pad Pro 作为 RM1490 这款 Sony 很好用 而且它的颜色又很美 声音也很大声 四个喇叭 四个扬声器 还有呢 它就是有相机前面 在中间 你那些开会啊 Zoom 那些也很方便 你这样放手 像一个电脑这样 放在桌子上 人家会看着你准准 这个中间的相机 还有你 要讲很重是没有很重啊 轻吧 只是有一点吧 坏粗 就是在太阳底下 它就比较酥一点 毕竟它只有600米的亮度不了 所以在阳光底下看你 你眼睛会比较吃力一点的 但是以它的价位来讲 它已经是算很好了 因为它还有120Hz的缩心力 对啊 还有扬声器 这样好扬声器去那里找 对啊 你要知道它是2.5K的 2K的扬声器 挤好了 你知道吗 在千多块里面只是它 LCD 不是 OLED OK 这款应该适合 在家里看戏追记 还有一些简单的办公 就是简单的Edit照片 Edit Video 这个是OK啦 不错的选择咯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及分享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